您好 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张亚婷 今年464天安门事件27周年 64当天大陆当局加强北京天安门广场周边维安 眼查出入民众身份 根据国际媒体报道 有多位大陆民运人士还遭到拘留 香港民运团体则在维多利亚公园 举行烛光悼念晚会 诉求平反六四结束中共一党专政 主办单位估计超过10万人参加活动 点燃火炬象征民运辛火相传 64天安门事件届满27周年 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 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六四27周年烛光悼念集会 主办单位估计参与人数超过12万人 我觉得等人知道 其实是大家都支持这个支援会的 当年六四学生运动被称为中国大陆近代史上最重要的民主运动 示威民众上百万人 但多数参与人士至今仍未能平反 到年集会除了要求北京当局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六四事件 大会也发表宣言指出 六四毁了一代人也奏就了一代人 当年他们的参与和坚持成为当今推动民主化最坚实的力量 庄社记者登签香港报道 第15届相隔离拉对话在新加坡举行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会议中表示 美国参与亚太地区事故是符合美国利益 提议要建构一个安全网络 让区域内国家进行军事合作 与会的中华民国高等政策研究协会秘书长杨念祖表示 台湾和美国有共同的价值 应该利用这些概念和发展 寻找区域合作 以及共同巩固亚洲和平共识 第一个就是说 美国在平衡亚洲的政策 最主要就是过去七十年来 美国维护亚洲的基本的原则 所以他一直强调这个原则 这个原则就是一些普世的价值 跟亚洲的和平稳定跟繁荣 我们台湾在不管是双边三边或多边 基本上参与的机会都不是很多 但是我想特别要我们的国防单位 要注意的就是说 目前这个是一个新的趋势 新的动态 美国现在是积极在推进 那他也在现场举证了 目前从双边走向三边的军事合作 日会台湾学者认为 这种新形态的亚洲军事网络 值得台湾注意 尤其目前美国在亚太平衡战略 推动军事网络中 要有双边走向三边架构 从这个基础上会有多边的军事合作 台湾必须要更注意 区域安全形势的脉动 中央社记者洪自强 新加坡报道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三十个据点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台湾羽球一解带资影 参加印尼顶级超级系列赛 顺利击败事件排名第三的 中国大陆好手王怡涵夺下冠军 这也是他生涯首座顶级赛冠军 这场赛事聚集世界各国好手 又被称为迷你市井赛 台湾侨胞台商及中华民国 中印尼代表球加油团 特别到场为戴资影加油打气 戴资影在这次赛事 先后击败中国大陆羽坛三金差 对他来说过去在印尼公开赛都打不好 这次夺冠意义非凡 中央社记者周永杰亚加达报道 2016亚洲青年角力锦标赛 正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 中华队传来捷报 台北势力大学生王思平 在44公斤级自由式竞赛中摘下铜牌 谢谢很多老师啊 原本我想放弃 然后后来是一些学姐啊 就鼓励我不要放弃啊 除了王思平夺下铜牌 另外还有两位选手获得第五名 中华队总共有18位选手参赛 比赛期间 祝菲代表处人员和多位台商 都到场替选手加油 带队教练表示 台湾在角力运动项目的实力逐年进步 不过这一次中华队选手 在多场比赛遭到逆转 临场经验和作战策略还需要加强 台湾的角力越来越进步 那这次表现整体上都差一点点 有的已经领先到最后了 那这次我们回去要再加油 可能这一两年之后 台湾的角力会变得不一样 因为我们有聘请很多外籍教练 来加强我们这些技术跟观念 这场亚青角力锦标赛 另外还有亮点 大会发给台湾媒体的证件上 印有中华民国国旗 文字则标示中华台北的代码TP1 对此中华队总领队苏金德表示 主办单位依照国际奥林批克委员会的规定形式 会场没有布置任何国家的国旗 中华队对职员的证件上 印得则是中华台北会旗 中央社记者零行件 巴塞陈报导 台湾场上举着国旗 高喊台湾No.1 会场响起一片掌声 比利时国际风味既品质品建所日前举行颁奖典礼 今年台湾茶叶食品等多项产品参加竞赛 一举拿下50个奖项 让国际品尝到台湾好风味 去年拿下最高荣誉三星奖的台湾茶囊张三我 今年拿出更多茶种参赛 成绩依旧北然 豪夺10座三星奖 拿着奖状拍照的他显得相当开心 另外慈风茶农赖永夫的乌龙茶 也同样获得三星奖的肯定 赖永夫面对镜头虽然紧张 但仍掩不住心中的喜悦 天然的条件 这是老天赐予的 在家赞我们茶农本身 有在爱护土地 还有照顾消费者 因为我们使用的是无赌栽培的作法 今天得到这个大奖真的是 我们茶农的辛苦没有白住 除了茶类之外 今年也有不少台湾食品获奖 泡菜业者李威成物尽其用 将做泡菜剩下的辣椒干制成饼干 当赠品送给顾客 没想到大受好批 其实它只是无心茶类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只是想说就是买泡菜 就是送这个东西 那没有想到就是 它是配角 那后来没有想到就是我们送给 就是客人吃之后 客人反而就是后来都一直要指名 就是要买它 今年庭建台湾共有60项产品参加竞赛 在全球1500项产品中脱颖而出 拿下50个奖项 其中有17项获得最高荣誉 主要是记者江金叶布里塞尔报导 有南韩金球长支撑的百想艺术大赏 在首尔登场 宋仲基和宋慧桥主演的韩剧《太阳的后裔》 风光报回最大奖电视年度大奖 并双双报回电视类人气男女年薪 不过人气正旺的宋仲基和宋慧桥 却没攻下地后宝座 电视剧最佳男女主角 由主演古装剧《六龙飞天的刘雅仁》 和主演SIGNAL的金退秀报回 而电影单元最佳男女主角奖 则分别由主演电影《内部者门》的李炳线 和主演电影《无赖汉》的坎春以后全度严夺得 至于以请回答1988走红的扑宝剑 则夺下InStyle时尚奖 粉丝陷入疯狂 本届百想艺术大赏颁奖典礼 由协星孙冬业和女团Miss A成员秀智 单纲主持 红采星光翼翼 吸引大批粉丝为偶像加油 气氛相当热络 媒体也出动大阵仗 除了南韩有线电视频道 还有大陆视频网站同步直播 中央世界的江远珍收尔报导 美国总统大选提名战 7号来到关键指标加州 有别于共和党几乎笃定由川普出马 民主党内选情相当紧绷 根据华尔街日报等媒体的民调指出 前国务卿希拉蕊 只以2%的差距 为夫领先政治外客桑德斯 有分析指出 尽管希拉蕊手中的党代表 和超级党代表票数遥遥领先 但若加州失利 民主党恐怕分裂加剧 支持桑德斯的年轻选民 还可能转向共和党 加州一战可说是 关键中的关键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世新闻资讯台 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张雅婷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